事物的特性呢 就这四个 其中这里面有一个叫隔离性的 给大家说一说 这隔离性呢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你这边呢 有个A事物 这边呢 有个B事物 你做你的事情 我做我的事情 你做的这个结果啊 或者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我这边是不受你的影响的 比如说我走我的 你走你的 咱俩呢 是不冲突 谁也不影响谁 但是呢 这种事物啊 就是不考虑这种隔离 它是有安全问题的 或者叫隐患问题的 比如说不考虑这些隔离嘛 就比如说什么 你跟你这个林祖亚 在蒸一块地 如果呢 没住起来这个墙 那可能 这个到的一个垃圾呢 就不知道是谁家到的 可能说是你的 这让我相信了 古时候不是有一句 诗吗 叫 还记得叫什么吗 叫千里家书 只为强 这个就是让他 三尺又何妨 就这个 就有一个家庭 他有个 有个儿子 在朝里面当官 后面跟这个领寄吵了 说你这个过来一点 这个过来一点 然后他说我不服 我要给我让儿子写信 让他派这个军队下来打你 结果呢 他儿子就毁了一封信了 就说你千里调调给我记得一封书信 就是为了一堵墙的事 你让他三尺有怎么样 然后后面两句呢 叫万里长城 金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隔离性呢 他这个地方不考虑这个隔离级别的话 不考虑设计隔离的话 他有什么隐患呢 总共有两类问题了 一类呢是读的问题 一类呢是写的问题 当然读的问题可能会问的比较多 就是你面试的时候可能会问的比较多 但是呢 为了表示你确实呢 技术功底过硬 你把这些都给他说出来 你就这么跟他说了 如果这个事物的这个隔离级别 如果咱们不搞他的话 假设没有这隔离 那这事物在操作的话 他有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总共有两种问题了 一种的是读的问题 一种的是写的问题 然后再说一句话 且听我 细细倒来 当然了 面试你其实呢 稍微说一点点也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扯来远 就是有两种 一种读一种写 那读的呢又有好几个 写的呢 就有一个叫丢失更新的 就这么说 把这个问题说完之后 接着就可以说 下面的隔离级别设置 那么说这个问题啊 人家问你 可能就花了十秒钟 你回答的话 可能要花五分钟嘛 尽量读书 好 那在下面呢 写一下 事物的安全隐患 什么隐患呢 delay是读的问题 先写的总的 不考虑隔离级别设置 那么会出现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读 第二个呢 是写 写的话对应的呢 就是丢失更新 读的话对应的呢 叫脏读 叫什么叫脏读 然后不可重复读 还有个叫换读 你这个可能记不住啊 你直接给他说 倒一会呢 这一串的俗语就行了 不一定直接说这两个字 不停 不停 那一会儿的读 请不吝点赞